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小的种子被小心地放进特殊的海面中 育种 催苗 成长都在特殊的室内环境中进行 这样一个普通的柜子去创新设计 就把种菜的农场搬进了家庭 我们生活在城市里面 平时也很少跟植物打交道 所以我们就想那么就是给家庭里面 提供一种这种可以让他们一个是感受自然的热趣 另外一个吃自己的放心菜 所以我们想就是做一种这种 家庭式蔬菜生长香 这样一般的叶菜都可以生产 另外我们以前也种过辣椒 西红柿 果类的一些草莓等等 室内生长的蔬菜没有害虫 没有污染物 不需要打农药 可谓是纯天然食品 周华介绍说 由于LED技术的创新运用 这些蔬菜不但长得好 还长得特别快 采用这LED的那个光源呢 对它进行造势的话 它的光和效率就可以大大提高 比如说我们一般的生菜的话 要40天 我们这个一般20天就可以达到 考虑到使用家庭蔬菜基地的都是普通市民 操作自然是越方便越好 周华和同事们还在进行创新 很多菜其实不一样的生长条件 但是我们把它大致的归类 就是这个 只要你种这几种菜 就可以按这个键 就像傻瓜相机一样 只要一按就可以了 按一下键就可以自己种蔬菜 买水果也有高科技来帮忙 最近华东交通大学研发出了一款水果神器 可以快速检测出水果甜度 最快0.1秒就能测出结果 主要是用来检测水果的 它的内外品质的 就是外部品质包括它的大小设置 内部主要是我们检测它的含糖量大小 含酸量的情况 水果神器全名叫做投射式国品品质 智能化分选设备 将水果放进去 设备将立即高速采集 进红外光谱数据 最快可以达到每秒8颗水果 通过分选和检测含有不同糖分的水果 将准确地测出结果 低糖的水果主要是面对的我们糖尿病犯者 他需要吃低糖的 那么中等糖度的水果 这两个出口主要是面对我们大众的消费者 那么高糖的主要是低血糖 为了方便普通消费者 团队还研究出了便携式检测仪 只需设置好不同的水果预测模式 轻轻一按 水果的甜度便可以马上获得 大家再也不用担心 不会挑水果了 希望在市场上 在我们出口的水果上 能够打上我们的 我们国家的水果 它到底它的糖度是多少 让消费者明明白白 实验室里的大量研究实验 劳动创新 带来了日常生活中的便利 但是劳动创新 并不只存在于科研院所内 普通劳动者在日常生活中 也时时能体现出创新 这两天正是春耕时节 南昌市罗家镇唐溪村的熊国墙 每天都在地里忙碌 和别的重量大户不同 熊国墙经营的项目特别多 总共500多亩地里 有水田 有大棚 有苗木基地 也有生态鱼塘 今年还自己研发生产 有机豆芽 销路特别好 熊国墙说 他种地喜欢做实验 几年我都用一块大量的地 搞十个二十个产品 把它拿个盆种好 我就再种哪个 再种一年 种得好的话 才大面积搞 实验不要紧 实验反正也不影响什么东西 失败的话 就是一两秒地 除了在地里搞创新 熊国墙还把主意 打到了互联网上 去年年底 他通过网络 为自己的农产品 征集品牌 现在 唐锡农产品商标注册 已经拿到手了 熊国墙又开始计划 网络销售 网络大了 以后想那个稻米 卖得好的话 肯定要在网上销售了 反正我们这个 私人的条件好 我想把这个农业 开发出来 肯定我们要 使得痛脑筋 想点办法 劳动创造幸福生活 创新带来美好未来 劳动创新 是社会发展的源泉 是人类进步的动力 劳动需要创新 让我们做一个 富有创造力的劳动者 对上饶县 灵山风景区 所到技术工 管宗兵来说 如果说在山间的空中穿梭 是他的绝活 那1200米的高空 就是他的舞台 没有观众 也没有喝彩声 只有每一位游客 安全走下缆车 才能证明他的光荣 5点45分 是管宗兵 每天的起床时间 在每天缆车开放之前 都要由他和同事们 进行早检 早检时 需要检查螺丝和皮带的松紧 这堪似简单的一项工作 却关乎整个所到的运行 检查完螺丝和皮带之后 管宗兵要登上检修缆车 进行全程检查 检修缆车与游客乘坐的缆车 大不相同 为了方便技术人员上下攀爬 四周只有几根缆杆 管宗兵和同事们 都叫他敞篷缆车 到达检索站 管宗兵需要爬上站台 检查机械的运装状况 全线最高的一处检索站 海拔高度有1200多米 冬天的时候 那我直下上面接兵 然后我们爬上去脚打滑 然后我们的保险带 就是我们的唯一的生命线 检修缆车回到起点 确认所到安全无误 游客就可以登上缆车上山 早景结束 但是管宗兵的工作 只是完成了第一项 接下来他还要在监控室 实时查看每一处检索站 缆车通过的情况 一直到最后一批游客下山 管宗兵才可以开始 每天的最后一项工作 回收缆车入库 尽管游客可能看不到 管宗兵他们的工作 但却能在20分钟 乘坐缆车的时间里 感受到他们的守护 昨天上午 一辆从浙江开往江西瑞昌的私家车 行驶到杭瑞高速景德镇路段时 抛了锚 车上的一名孕妇即将临产 情况紧急 接到报警电话后 高速交警迅速赶到现场 怎么回事 民警了解到 孕妇是瑞昌人 夫妻俩都在温州打工 因为快到预产期了 丈夫托朋友将妻子送回瑞昌代产 没想到车在半路抛了锚 而这时孕妇感觉即将盛产 民警立即将孕妇抱上警车 送往最近的医院 然而行驶途中 孕妇坚持不住了 11点26分 在民警的帮助下 孕妇在警车上产下一名男婴 交警脱下上衣包住婴儿 10分钟后 交警将母子平安送到医院 经检查 目前母子平安 非常感谢她 不是她的小孩跟大员 这也不知道怎么样 那个员是很好的 当时没有 现场没有考虑到那么多 没有什么特别 生了小孩以后就感觉到特别高兴 好 更多新资讯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夜行宿订 五一小长假第一天 江西多地被暴雨袭击 截至2号9时 全省13个县出现大暴雨 40个县出现暴雨 全省平均降雨量超过20毫米 据气象预报 从3号开始 江西降雨有所减弱 干北和干中北部阴天多云 全省其他地区阴天 部分有阵雨 今年五一 国内首创的行进式大型山水实景演出 《寻梦龙虎山》 在英潭龙虎山景区火爆上演 演出把一个如梦如幻的仙境 呈现在观众面前 光影交替间 龙虎影踪乍线 一夜变周清闲而下 新人们红衣与上 一世独立 令人在目不暇 游客刺史之中 都是站在参与者 而不仅仅是观演者的角度 来评委这场演出 除了在演出过程中 一边行走一边观影 还能乘船沿着卢西河 观赏龙虎山的秀美风光 在与自然山水的对话中 进入一种天人合一的梦幻境界 领略道教文化的深刻内涵 5月1号 景德镇珠山民谣青花瓷片展 在汉光瓷器博物馆正式开幕 展期为期数月 展览集中展出了 青花瓷片藏家吴忠信先生 收藏的数百件藏品 瓷片时间跨度近千年 以明清为主 图案包含山水 人物 花卉 真情等 众类繁多 这些瓷片几乎都来自于 景德镇珠山区境内的 陶瓷文化 遗址遗存 展览从特别的角度 展现民谣的独特魅力 5月1号 作为第十一届 中国国际动漫节的 户外狂欢活动 动漫踩车行牛 在杭州市中山中路 历史街区举行 杭州又开始了 一年一度的动漫狂欢 光头墙 熊大 熊二 白雪公主 和七个小矮人 超人 蝙蝠侠等 来自世界各地的 200多个动漫形象 其亮相 为当地市民 特别是小朋友 带来了一场 视觉盛宴和动漫狂欢 5月1号 在云南省苍原瓦族自治县 举行的2015年 中国瓦族私港里 摸拟黑狂欢节上 当地群众与各地游客 欢聚在县城摸拟黑广场 观看民族歌舞表演 并加入摸拟黑狂欢活动 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2015年米兰试博会 在当地时间5月1号正式开幕 共有145个国家 三个国际组织 以及众多民间组织和企业等参与 本季式博会聚焦农业 粮食和食品 可持续与创新理念贯穿主题 探寻为全球提供充足 优质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食品保障 寻找合理利用资源 保护环境 滋养人类 反补地球的有效途径 组织者希望参展方 为观众提供独特的体验 通过演出音乐会 研讨会和展览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让每一位观众都参与其中 关注饮食健康 食品安全和充足营养等问题 引发对食品工业 在环境 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思考 重视对饮食特色和文化的传承 2015年米兰世博会是经国际展览局批准 继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后的最新一届注册类世博会 展期为5月1号至10月31号 作为上一届世博会的东道主 中国此次共有中国馆 中国企业联合馆 万科馆三个馆参加展览 每年的5月对于墨西哥小镇奥登巴的人来说 都是一个欢乐的月份 因为墨西哥一年一度的毛驴节就在这里举行 毛驴节当天 奥登巴小镇的居民们清朝出动 兴高采烈地加入了各种以毛驴为主题的庆祝活动 第一个项目是赛驴跑 骑手们鞭策着毛驴在街头狂奔 在群众们的围观下 毛驴一开始还有点跌跌撞撞 但等他们适应的情况 比赛马上进入白肉化 除了赛驴跑 还有专门为毛驴打造的化妆游行 在主人的抢手装扮下 平时朴素的毛驴都显得光鲜耀眼 还有主人借机为自家毛驴举行婚礼 穿戴上西装婚纱 再画上性感红唇 这对小夫妻看起来十分恩爱 此外 毛驴节期间还设有骑驴马球比赛等活动 场面也十分火爆 奥登巴因自古戳传优质驼驴毛驴 而久富盛名 有世界驴香之称 好 节目的最后 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 目前在本身上里的名承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